电视 看电视是现在世界上好几百万人最喜爱的休闲活动 对一个年纪六十的美国人来说 他们平均花了大约15年的时间盯着电视屏幕 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这个数字也差不多 很多人觉得电视能够让他们放松 仔细地观察自己 你会发现当专注在题目的时间欲长时 你的思想活动就预备抑制 而当花很多的时间在谈话性节目 竞赛节目 剧情片 甚至广告时 你的心智就几乎不制造任何思想了 你不但不再记得起自己的问题 而且还可以暂时地从自己当中解放出来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放松的呢 那么看电视是否创造了更多的内在空间呢 它能让你更加的临在吗 很不幸 它没有 即使你的心智很长时间没有产生任何思想 但它却与电视节目的思考活动连接在一块了 它与人类集体心智的电视版本连接 而且在思考着这个版本的想法 你的心智好像是静止的 因为它不再创造任何思想 但是它不停地吸收从电视屏幕传来的思想和影像 这引发了一种出神恍惚的被动状态 就像催眠的效果一样 很容易受到摆布 在这种状态下 你的心智就会让所谓的公众意见来随意操纵 这就是为什么政客利益团体 以及广告业主理解 并且愿意花上百万美元的广告费 好利用你在这种无知觉的接受状态下来操控你 他们要让他们的思想变成你的 而他们通常都做到了 所以当你看电视的时候 通常你都会落入思想下 而不是扬升于其上 这一点电视和酒精 以及一些药物都是很相近的 在它提供一些心智上的释放的同时 你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失去意识 就像一些药物一样 电视本身也有让人上瘾的特质 你拿起遥控器想要关电视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把所有的频道都浏览了一遍 半小时或一小时过去了 你还是转来转去的在看 关这个按钮 好像是你手指最无法去按的那一个 你还是在看 通常不是因为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吸引你注意 而是正因为没什么好看的 所以你一直在看 一旦你上钩了 欲无聊欲无意义的东西 反而欲让你上演 如果电视节目很有趣 可以激发一些想法的话 它会刺激你的脑子 让它又开始从事思考 这是一种比较有意识的状态 比由电视所引发的出神状态来得好些 在这种状况下 你的注意力不会完全的被屏幕上的影像所操控 电视节目的内容 如果有一定品质的话 可以消减甚至解除一些电视媒体 所带来的催眠和麻醉心智的效果 有一些电视节目的确也对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打开他们的心房 使他们更有意识 甚至一些不着痛痒的幽默喜剧 也可能在无意间 藉由讽刺人类的愚蠢和小我 而流露一些灵性的意味 它教导我们 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认真 用轻重的方式看待生活 最重要的是 它用让我们发笑的方式来教导我们 笑声是特别具有释放和疗愈效果的 但总而言之 电视还是由一群小我挂帅的人来主导的 所以电视有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 利用让你入眠来控制你 也就是说让你进入无意识 然而电视媒体还是蕴含着巨大的 未开发的潜力 避免观看那些不停用各种画面 来袭击你的节目或是广告 过度的观看电视 尤其是看多了以上那个节目的孩子 特别容易得注意力缺乏症 现在全球有几百万名这样的心理失调的儿童 注意力的短缺会让你所有的观点和人际关系都肤浅 而且不能让你满足 在那种状态下 不管做什么或是采取什么行动 都会缺乏品质 因为品质是需要高度专注的 经常长时间的看电视 不但会让你无意识 也会造成被动性 并且耗费你的能量 因此选择你要看的节目 而不是漫无目的的随便看 看电视的时候 如果记得的话 随时感觉你身体中的生命力 或是你也可以不时的去觉察你的呼吸 定时的把眼睛特意的离开屏幕一下 这样他就不会夺走你所有的视觉感受 不要把音量开得太大 免得他完全占据了你的听觉感受 在广告时段就把电视放到静音 确定你不会一关电视就马上去睡觉 或更糟的是看着电视就睡着了